也好 欢迎收看6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零四零三地震重创花莲各校发展 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耀尽法师率全台各县市佛教会理事长 25号为花莲举办了祈福法会 并且捐赠了500万元慈善关怀金 县长徐正为协同立委傅昆琪共同参加 祈求国运昌隆无灾难 社会安定 人民安乐 县长徐正为表示 这边感谢中国佛教会与全国各地佛教会来到花莲给祈福 台湾地处太平洋链以及板块运动佛药之处 而花莲更是又面临台风与地震频繁 不合适天然灾害最多的现实 在零四零三地震发生之后 一切行动以次序恢复快速 感谢所有宗教发挥救助精神 提供暂时安置所 后续也席助很多受灾户 重建家园 帮助乡亲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零四零三七点二级的大地震 宛如二十五颗原子弹 掉落在花莲这块土地上 尤其是北花莲 其实有相当多相当多的不可思议 很多的专家学者说 哇 这么大的一个地震 我们的损伤能够化到最小 这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感受到的不可思议 今年累月有这么多的佛法的固执 有这么多的信仰 每一天在这块土地 来加持它 护佑它 让我们的灾损减到最小 人命的损伤减到最小 谢谢中国佛教会 我们的金耀大法师大和尚的关爱领导 领袭我们所有的师父真的是花莲 真的是此时刻的殊胜 我想在这里再一次感动 金耀法师表示这个花莲大地震造成百业萧条 对花莲对国家经济上和相当的大 希望就花多个县市佛教会理事长来到花莲 发展预意捐款祈福 并入住当地的饭店 也希望带动大家能够持着回馈的自信 到花莲观光消费 他故意不论是台湾何处有难 国人要有共同相挺的自信 让台湾处处有爱 处处有温情 403的这个大地震刚刚发生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内 我们中国佛教会的秘识处 我已经就请我们秘识处 马上能够转我们各地方佛教会 通知我们全国所有的试验 都能为这个国家 为钱民来立牌 为来祈福 人力己力 大家一起发心 所以共同能过目的这一些救灾款 那除了我们表示对我们花莲第七 整个重建的关怀之外 同时也展现了我们 这个佛陀的这个同参道友的爱 六位同学表示宗教总是让人为人心 带来安定力量 感谢大家来到花莲 带给地方乡亲满满家旨与祝福 同学对花莲观光产业注入活水 让花莲早日恢复新时光 中国佛教会表示 由于症候与症不断 造成民众恐慌 竟要法师有感于此 为当地乡亲祈福 多念佛号转念 让大家心安之外无形当中也得到活力加持 不会造之遭害 故而率全台各县市佛教会理事长 25号前往花莲震灾 必未求国运昌隆无灾难 此外安定人民安乐而举办庆祝会 一国民众多付花莲观光旅游帮助花莲早日复苏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